這是我們澎湖籍的漁船 被大陸扣留的事件 誰罵得最兇 是民進黨籍的澎湖立委楊耀啊 他罵超兇啊 他直接譴責說執政的民進黨 罔顧漁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沒有正視漁民的漁撈作業區 話講得很重 把黨籍遮起來 我還以為他是在野黨立法委員 但問題是為什麼楊耀 要這麼嚴厲的批評他自己的政黨 理由就做一個很簡單 他必須要替他選區的民眾 爭取權利 爭取福利嘛 這不管執政黨是誰啦 畢竟他還是人品選出來的 所以同樣的道理放在你說陳學生委員 還有陳韻正委員身上也是一樣 他們都有自己的選區要顧 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民眾 需要來幫他們做發聲 所以對於陳學生這次的提案啦 老實說不管大家支持或不支持他的提案 都不需要去抹黑或抹紅他 因為那沒有意義 都是為了民眾 為了他們的生計而做出的提案 大家能夠接受就接受 不能夠接受就這樣攻當 一樣把他退回來我們再討論 所以不要去攻擊他 真的千萬不要 反倒是我覺得比較需要討論的是 一直打著抗中保台大旗的民進黨 要知道蔡英文從2012當選總統開始 嘴巴一直在說 要禁止使用大陸製造產品 不管是在基礎建設 公共部門軍中包括了政府委外的場域 都不准使用大陸製造產品 但是我們隨便調一下簡單的紀錄 2017年立法院就被發現使用大陸華為製造的光電版 逆變器 2022年國際煙火無人機表演 使用的是大陸製的無人機 今年3月賴慶德參觀我們的無人機國家隊的時候 馬達上面直接大大的印著 Made in China字樣 甚至在今年5月底青鳥齊捷立法院外面 天氣太熱了 他們吹的水冷散是哪一國製的 也是Made in China 所以現在被抓到啊 你說軍中的裡面重地使用了大陸製造的 不管是路由器 逆變器也好 我個人而言 我覺得根本都不意外 因為對民黨而言 他們永遠都是把話講得很好聽 但實際做起來的時候 完全就不需管到底有沒有去 所謂的防資安 防國安等等相關的事項 因為綠色的顏色一直都被認為是原諒的顏色 那接下來我真的還在呼籲賴政府啦 之前蔡政府做的已經過去了 賴政府接下來我真的希望 尤其軍中重地裡面這些關於資訊的一些分享器 包括一些關於電腦設備 一定要千萬的小心 因為一個不小心 我們的機密很有可能會流落到世界各地去 這樣子對我們國家的未來 包括軍事的發展都是非常不利的